Hello,大家好,我是宅吉社 2019年新翻我想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心中也应该已经有了自己要追的番剧 但我作为一个合格的up主 不得不把所有番剧都看了一个遍 喜欢的在追,不喜欢的也要看 在这之中,我发现了一部非常有趣的番剧 就如标题所述一样 好看,又不想看 难看,又想接着看 看完之后,牛逼要吗非 接下来就让up主带你走进这部传奇作品 男主的名字叫唐岛大戒 为了称呼方便,简称拔戒好了 拔戒从小就要立志成为正义的伙伴 因为小时候有个叫米罗的小姐姐 曾对他说,拔戒呀,要成为正义的伙伴 你看,他们就是成功的例子 所以拔戒每天都坚持不懈的锻炼着自己 是要成为其中的一员 一天见到小路被自行车蹭了一下 这还了得 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小路十分感动,并用书包抚摸了他的头 卧槽,这难道就是爱情 其实八戒在班里并不受欢迎 因为他 哇,草,这么中二的吗 要问他为啥会变成这样 这就要从一个雨后小故事说起 那一天,八戒回想起了被八尺大人控制的恐惧 你看,八戒那绝望的表情 就在关键的时刻被自称来自魏蓝的战士米罗所救 八戒虽然心中一万个马买皮,过几秒不行吗 但是听到成为正义的伙伴的妙处 幼小的八戒内心深处树立起了坚定的信仰 这时一条信息打断了回忆 只见上面写着 经文八戒成为正义的伙伴 说起正义的伙伴 我又想到人被杀就会死 所以今年下半年中美合拍 好吧,其实短信的内容是 明天四股会发生大灾难 第二天一脸愉悦的八戒来到了学校 没想到众人也收到了短信来质问八戒 八戒慌忙解释 过了今天我就要回老家结婚了 嗯? 所以今晚我们去吃烤肉吧 哈? 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随着八戒一顿猛如虎的操作 似乎发生了什么 八戒说要占领制高点 其他的人怂了纷纷告辞 只有八戒和千春上了天台 这里曾是一个伟大的人渣战斗过的地方 看来今儿又要添上浓重的一笔 说是迟那时快突然一只怪物出现了 老师一看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八戒 为师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我感谢你八辈祖宗 大家不要慌 听我指挥 我曾担任过百人的队伍指挥 可谓战无不胜 那边三个听我说 楼层不高 跳下去 应该没事 呃 那边的 用椅子砸他 呃 千春你听我说 你跑到那边 那是他的盲区 你能不能先告诉我 你在哪担任的指挥 呃 这个 就是 那个 你知道心机争霸吗 好在 女儿子出现既有下的众人 对人八戒开启了高达 捡到玩具的八戒 明显飘了 飞龙骑脸 你告诉我 怎么输 之后打了一套 非常滑烈的八戒连砍 带顺P 最后发现 还是他妈枪好使啊 怪物打完了 警察自然也就赶到了 众人顺理成章的 被逮捕了 嗯 好像哪里不对 最好玩的就是 逮捕了理由 违反了交通法 嗯 任何指法 这可不是我编的 这是原话 What the fuck 开高达还要上牌照吗 那路边停是不是还要贴条 上路是不是还要分单商号呀 然后众人被带回了警局 莫名其妙的就成立了防卫队 次又回收了两台机器 过程不重要 我就想问问 为啥五人只有三台 经过我努力的瞎想 突然我想到了某家队的事情 嘴角微微向阳 莫非 男女可成一台 嗯 请坐 你要坚强 画面一转 修订者的头头前来谈谈 没错 就是前面那个怪物 这还用谈 谈个机 会也不是不行吗 你看看人家的态度 真实 虽然高层被策反 当然八戒也不能坐以待毙 经过本剧唯一靠谱的男人 制定了一系列的方案 八戒被派去营救米罗 结果在门口听到了米罗的大秘密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 谁听到都会非常的愤怒 但八戒是谁 果然修订者那边也不是省油的灯 经过一场菜鸡护灼 八戒的舅舅和庆祝的妈妈被抓走 但这并不重要 战斗结束 八戒一行人也成为了英雄 至于这个理由 不要笑 是因为他们用提线木的电池 给整个城市供电 我该说什么 我相信这应该是个伏笔 接下来重点来了 打完仗应该干什么 当然是洗澡了 在这之后 千春意外发现了修订者的真实身份 原来也是人类 五人第一次产生了动摇 但这和我们高中生有什么关系 次日发现了八戒的舅舅 嗯 机智的我感觉这事情并不简单 肯定有什么重大的阴谋 结果到最后都没有 我感觉我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舅舅回来了 庆祖的妈妈去哪了 于是好去有组队去单刷 八戒在野外 见到了一个变异的修订者 怎么看都像是大声碑的产物 然后八戒就被单方面的教育 心里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直到我看到了这一幕 反城之后 八戒被关了禁闭 受损的木偶也被修复了 过程大致就是炼金术 男主经过反省出役后 众人决定去攻击敌人的大本营 在攻击之前 又立了一大堆flag 就怕奶不死自己 虽然救下了一大拨人 但没有发现庆祖的母亲 无奈继续搜寻 庆祖好不容易找到了母亲 却眼睁睁地看着母亲 化为渣渣灰 庆祖疯了一样 就要报仇 正巧遇到千秋的进化 汪将一看 这还了得 走你 千秋挂了 庆祖消失了 汪将愉悦了 秋母崩溃了 我和观众蒙逼了 这剧情神了 随着庆祖的消失 伴随着掉出了什么东西 这他妈不是崩玉吗 懒人的东西你没敢偷 任务失败 众人只好返回基地 从整旗鼓 随着内忧外患的增加 剩下的四人都崩溃了 隔天小鹿被绑架 再看这个捆绑手法 我靠一点都不专业 你看看 这就是差距 紧接着靠谱的男人 与猥琐死半态互换了 我觉得这剧迟早要完 经过一系列的人缘阵亡 八戒终于成长了 不对 是崩溃了 他终于发现 人类是有极限的 由于好姐妹千秋的死 激怒了母秋 话说你真的看不出来 汪将是个二五载吗 秋母带领大量的修论者 开始入侵 众人拼命绑了下来 可是木偶的店也耗尽 应征了前面的那个伏笔 但不要小看八戒 经过十级的铺垫 他终于成长了 妈的我都快哭了 紧接着小凯自闭了 哇靠你们这是闹哪样啊 好在经过八戒的嘴炮 小凯走出了阴影 别问我什么原理 有本事你去找作者说 然后比较扯的一幕就出现了 众人类木偶充电 竟然用的是人力发电 What the fuck 说好的未来科技呢 我觉得还不如用爱发电靠谱 快去喊雷丝老祖 哎算了剧情需要嘛 八戒背负了所有人的期望 单枪匹马杀入了敌人大本营 这时汪将也正好融合了崩裕 进化成了破面形态 然而看见他的真实面目之后 嗯 我替你们说 我操神啊 接下来就是一段 哎呦手滑了 然后汪将和八戒进入了时空虫洞 本剧的高潮来了 八戒回到了过去 揭开了真正的历史 或者说新的轮回 米罗绑架了庆座 汪将赶来就庆座 并要杀八戒 那边的 听好了 你要杀我 我就杀你 你以为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拼将空拼将空 只见汪将又站了起来 妈的说好的人被杀就会死呢 之辰出来被割 这时化为庆座的汪将 已经是boss之身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才能消灭汪将呢 哇哈哈哈哈 你想消灭我 只能在空间之外 那么来单挑吧八戒 木偶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妈得智障 事实证明 反派不仅死于话多 还死于智障 估计是作者也知道 汪将的能力太逆天 所以他只能死于剧情需要啊 汪将死了 虫洞消失了 八戒被同伴们拉了回来 故事也就这么结束了 看到这里 我只想说 庆座 你死得好惨呀 好的 这里就是大致剧情 也幸亏是枉飞的作品 这要是分级播放 就这巨英男主 不会喷出响才怪 好在后续剧情都圆了回来 虽然放剧中 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 不过还是值得一看 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都相当到位 所以 啥时候出第二季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这一期 我真的是花了很大功夫 希望大家三连支持一下 当然也不要忘记 点一下关注 最好将我加入特别关注 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 在我更新的时候 赶到现场啦 我是翟基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